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其灵验性则有待研究 农历新年是中国人最大最重要的节日 自小习惯在年二十八的时候就要大扫除 清理家中杂物 除旧迎新 还会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吃团年饭 行年宵 贴灰春 拜新年 说喜庆的话等等 这些都是家家户户在农历新年时会跟随的习俗 但传统上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过年禁忌习俗 也许我们不太认识 大佬今天整理了一些关于过年的习俗禁忌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一 大年除夕 一 记得在入夜前洗澡 并把衣服洗亮完成 不能湿过年 二 大年除夕晚上所有的灯要打开 一直开它三天三夜 三 除夕夜全家齐聚 围炉吃团圆饭 而且吃得越晚越好 四 除夕围炉后 长辈会发送压岁钱给晚辈 祈求长命百岁 之后通宵不眠 直到天亮 称为守岁 五 大年除夕这一天 千万不要骂小孩 更不能争吵 否则来年不利 二 大年初一 一 一出嫁的女儿不可以回娘家 据说会让娘家破败 二 早餐既吃稀饭 避免吃稀饭 这天若吃稀饭 这一年外出会被雨淋 甚至大雨会将填土冲垮 此外 吃稀饭是贫穷的象征 初一吃稀饭 恐怕之后都得过着穷困生活 三 计较他人姓名催人起床 年初一的上午不要催人起床 认为这样做会让对方整年都会被人催促着做事 四 既跟还在睡觉的人拜年 同时也不可以躺在床上说恭喜 传说这样会导致常年卧床 五 既吃药 无论有什么病痛都不许请医生 否则象征一年从头到底病急缠身 吃药不断 医生也忌讳在正月初诊会不吉利 六 既动针线 尽量不动刀剪针线 一旦有差错会招致破败等不吉利的事 也有可能把财路剪断 七 既斧子披木材 八 既借钱既催债 记得要在年前还清债务 如果已欠过年 初一到初五也不能上门讨债 否则会倒霉一整年 九 既打家具 盘 碗 酒具等易碎物品 既打碎器物 初一打破碗碟碑盘 意味着这年会有破孕 补救方式是用红纸包起 口中念碎碎平安等吉祥话 并放在审案上数天 即可化解灾难 十 白天不能睡午觉 男人在这一天睡午觉 他的天气就会崩瘫 女人在这一天午睡 炉灶会塌陷 这意识取古意 劝人不要懒散 十 一 不能更换洗涤衣被 严禁撒扫与倒垃圾 会把家里的福气 残韵扫光光 若真要动扫帚 记得由外往内扫 十二 既被他人 自口袋掏取物件 人们认为 正月初一的口袋让人掏了 可能导致一年都被掏空的危险 十三 既洗衣 初一初二既洗衣 水神的生日在初一初二 因此既会在这两天洗衣服 十四 既会去有丧事的家庭拜年 十五 既千居胡窗户 否则认为是不吉利 十六 既穿坏新衣服 正月里孩子穿坏新衣服有晦气 十七 既会剃头 民间有燕云 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 十八 压碎钱不能给基数 长辈给晚辈压碎钱 金额要是偶数 否则不吉利 十九 不能打人 骂人 以及哭泣 以保持好兆头 啼哭是歹头踩 肇事疾病凶祸 二十 避免说出破 死 病 输 败 等不吉利的字眼 若不慎犯计 要以吐唾沫 说童言无忌等方式 化解可能的不祥后果 二十一 禁忌动刀子和剪子 不宜杀生 杀生必见血光为不祥之兆 会引起刀灾 冰灾 血灾等灾祸发生 此外 还记小孩说脏话 年轻人打架斗殴 家里人抬杠拌嘴 凡是遇上这种事 亲朋好友 街坊邻居 都会来劝说制止 三 大年初二 一 过年期间 嫁出去的女子和女婿 只能在初二或者初三 回女方娘家 据说这样才不会把娘家吃穷 女儿回娘家时不能空手 且带给娘家的礼物 既会是丹数 最好是成双 丹数则不吉利 二 既财神寄予 旧时有灯门受财神向者 不预购者只能回答已有 既会说不要 以避不详 四 大年初三 俗称赤狗日 不意外初会宴客 必须早点熄灯睡觉 另外 初一到初三都是碎手 禁忌与初一基本相同 可参照初一的机会 五 大年初四 禁忌出门 都在家 因为民间说这是公营 造神回民间的日子 这一天造王爷要点查户口 所以家家户户都要守在家里 准备丰富的国品 焚香 点烛 并释放鞭炮 以示公营 不可外出 六 大年初五 民间称破五 五穷 因为之前的禁忌过了这天 便可破除 所以也为初五隔开 一 既走亲访友 二 这一天可以打扫卫生 这天垃圾变成了穷气 因此要清扫家里 将垃圾送出去 俗称送穷出门 三 这一天应吃水饺 而忌讳吃藕 并且挤疏头 四 五盲日 禁止动土 否则可能会有灾害发生 七 大年初六 初六没有任何的禁忌 属于好日子 大家不必要忌讳什么 放心地宴请朋友 或者去做客 旅游 采购 也是不错的选择 八 大年初七 称人日 传说里 若这日天晴 代表人身安逝 若阴雨 则疾病瘟疫生 又称七煞日 许多事情都不宜在这天进行 尤其应避免外出远行 这一天既会动真线 依然不能动刑法 不应罚孩子等 九 大年初八 这天称古日 丰收之日 大家年假结束都来上班 相互送吉言吉语 大吉大利 恭喜发财 俗言多辩 物随人意 各地风俗不同 但是无非是讨个口彩 图个吉利 东方朔 詹书岁后八日 一日鸡 二日犬 三日猪 四日羊 五日牛 六日马 七日人 八日骨 是说天地先生鸡 刺狗 刺猪 刺羊 刺牛 刺马 史生人 为此又有 正月一日不杀鸡 二日不杀狗 三日不杀猪 四日不杀羊 五日不杀牛 六日不杀马 七日不用行 这说 一般过了 一般过了初七 初八之后 主要年日 就算过完了 大家都开始返回工作岗位 各种春节禁忌 也基本上没有了 可以像平常时间一样生活 以上这些习俗禁忌 你都了解了吗 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平安吉祥年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